这一档就是3324的双红 那这一档的我的看法就可能比较保留 那比较保留 那当然就是说他有提到就是整个散热的一个产业 接下来部分可能会受惠啊什么之类的部分 但我是单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去看 那当然他也有一档可转换的公司在 那其实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就是之前的双红3这档可转换公司在 已经全部被转换完毕了 那呢新的另外一档双红4呢 他的整个转换价是在227.6 那今天的收盘价是193 所以可以稍微看一下相对的关系 其实现在股价离这个转换的价格还蛮远的 所以其实我之前有提到就是说 我比较不太喜欢就是去选择一些 可转载的股票 他离就是价外 我用专业的名词去讲叫做价外 就是偏离低于 转换价格太远的 太远的这些的股票 我会觉得他比较没有所谓的进入到攻击范围 那因为你离得这么远 他其实也不见得现在要去拉他 那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公司来说 我现在花很大力气才把你拉到这个转换价 你持有公司在的人 你也不会去把它转换掉 因为根本无利可图 所以你是不是要再花更大的力量 再拉一波 那可能你就是花很大力气 拉了可能前后拉了可能将近40% 你才能够让这些的可转换的公司在的人 去有满足的一个合理的利润去做转换 那你公司怕要拉40%以上 那其实这是要花很大的力气跟金钱的 所以其实只要价外离转换价太远的 低于转换价太远的一些股票 基本上我不太会去把它列入在名单当中 再加上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一个 左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麦当劳 一座山在这个地方 这是将近高达快要一 至少超过半年以上的一个头部的压力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220到240的这个区间 所以可想而知的是 即使这边呢 短线上不管说什么情况 往上游去做一个上涨的话 大概碰到220以上到240的这个区间 就会去面临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套牢卖压的地方 加上这边都有大量 都有大量在这个套牢区 所以其实短期来说 你要期待它很有效的去突破220 240以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可能比较不容易 除非你要用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去消化它 然后慢慢慢慢的打底之后 去消化这边头部的一个套牢卖压之后 以后才上去 但是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觉得对我来说 它就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这是在双红的部分 给你做参考 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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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